黃德輝這位被稱為 孤寒財主 香港地產的其中一位大媽沙 終於 在他被擄劫之後 又再發生另一次擄劫 這真是 創了香港歷史 我的記憶入面 真的沒有什麼人那麼離譜的被擄劫過一節 又來 老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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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的探長 甚至乎有些是 台灣的特工 還有一些地下錢莊的人 很多犯人 查來查去 到最後 牽涉了這個案子裡面 有幾十人那麼誇張 你想一下 大家為了 在黃德輝身上 拿到一大塊錢 每個人都勃心勃命 為了這個案子 大家要知道就是黃德輝 曾經被人綁架過 所以警方 也叫做點事 在他的鞋子裡面 裝了這個跟蹤器 但是當他被人抓了的時候 那些綁匪 就很聰明的 第一時間就脫了鞋子 就扔了下海 證明了 有人收到風 有人知道 警察就是用這種方法 去 防止黃德輝再被人 綁架 而這一群人為何這麼有信心 因為 他們是裡面 有一個退休的警長 這個人 當然是收到點風 知道 黃德輝 第一 他很有錢 第二 當他被人綁架之後 他還有一個老婆 老婆可以動用到這些錢 所以 他們可以收到很巨額的贖金 這是最重要的 你綁人來做什麼 就是為了拿錢 其他人 你綁了 你綁了李嘉誠 死了 李嘉誠下面的人都拿不到錢 怎麼贖他 你又唯有割他 死了 麻煩 他真的 找東西來搞 所以 他不知道 其實經過第一次的綁架之外 其實 大家就會發覺 原來 這個小甜甜一定不會熟 他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 而且他又有這樣的能量 可以得到錢 於是 這一群 綁匪 又再策劃 一個驚天的綁架案 最重要的是他又是不請司機的 又是自己開車 這次 連老婆都不在身邊 一條人 你說多麼容易做 跟蹤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是落手 一落手 又是這樣 他去完健身 然後 自己回到山頂 八六徑的大廈 大宅 然後 Benz一 去到馬幾仙峽 航匪又是兩輛車 然後 一下子就抓住他 王德輝當然是害怕到死了 已經有第一次的經驗了 喂喂喂 不是呀 我的錢在我老婆那裏 你不要這樣搞呀 有什麼事 我找他拿錢 你也是為了錢 時間就叫別人不要殺他 這個王德輝真是 都不明白 你都試過啦 請多兩個人行不行呀 找一些退休警察來 替你做 保鏢啊 那天的孤寒 孤寒 會有這些後果 大家知道他就是孤寒 就是不肯 捨得花錢 於是 沒有人可以幫到他的 你就找一些人撐住一下 或者叫他小心點 或者看到一些人去跟蹤他 他就差很遠了 那 說了啦 捉到王德輝之後 第一時間先把鞋子丟掉了 沒得追蹤 然後 就把車 推進海 然後駕駛 就去 去 鴨尼州 交人 為什麼去鴨尼州交人 這群綁匪 就有經驗得多 他們已經想好整個州長的計劃 原來 有一位叫做 鄭十五的 你聽這些名字 你不是武俠片啊 大哥 鄭十五 為什麼叫鄭十五 因為 可能是初了十五吧 那些東西 就改了這個名字 因為那些 打魚的人 沒有太大的文化 於是太好的文化 於是就改了這些名字 老爸老母 鄭十五 原來是漁民 又不知道是甚麼 正公那樣說 我怎麼知道是甚麼人 給我舊東西 我就接了 又不知道 真是 是鬼蛋 然後 就捉了他上船 他們的想法 也是有些聰明 你如果在 陸地上隨便找到大廈 抓住他可能真的害怕 生臉口被人認得到 容易找到 哪個職人有的租屋 又走上來 有時候有些閉路電視 就看到 他不是 他抓了他上艇 在海裡 普通船浮一下浮一下 大家 打一下普通魚 也是 大魚的人 OK 沒有事 OK 找不到 找不到 他就可以慢慢跟你拿錢 這個想法 有一定的 聰明 但當然 後來 出事就是這樣 因為他把 浴心 王德輝 拿走了 他們又怕他 動來動去 扔了 麻包袋 把他綁緊 扔了一些重的東西 讓你無法掙扎 諸如此 這就是他們的說法 綁匪的說法 然後 警察很快就收到消息 因為周圍有些地盤工人 看到有事發生 看到 拉拉扯扯 拉人上車 報警 報警後 警察很快就打罵了一輛車 這件事 王德輝 這個人 已經知道了 被人綁架 很大的問題 於是 立即展開調查 但是同一時間 這個 龔如芯已經接到電話 要交贖金 這次 很誇張 先不要說他現在 實際上 後來 聊聊聊 他們之前 很誇張 10億元 真的很誇張 最後就談了 6千萬美金 6千萬美金 8648 4億 5億那麼誇張 可能那些劫匪真是以為 什麼 龔如芯隨時有個金庫 就拿了錢出來 真是傻傻的 大哥呀 你幾億 你不會放在家吧 怎麼拿呀 其實你這樣做 真是很容易出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不是正常的生意 你 突然間要幾億 銀行看到你 看到你 很容易出事的 我不知道 綁匪怎麼想 你一夜喊那麼多錢 說笑嗎 真是 連那個 秘勒索 也要懂得演戲 不是 怎麼搞 又是要傳入 一定指定的 恆隆銀行 戶口 於是 龔如芯 立即聯絡 匯豐銀行 貸款 6千萬美金 那麼 其實 龔如芯 沒有那麼快可以 賺到錢 但是他們要 很短時間 完成 這件事 總之 龔如芯 先將 2億6千萬 2億6千萬 你想想 那個年代 2億6千萬真的很恐怖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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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億6千萬 就要傳入 這個 他指定的 行動戶口 那麼 他已經 立即就因為 在貸款那裡 拿了一些 貸款 然後就抵押了一些 物業 然後就 拿到了 然後他再去傳入 的時候 就發現 那個戶口竟然已經 取消了 厲害嗎 中間 已經有事發生 因為這個 匯錢的 其實他的錢也是會去台灣 那個戶口 因為 匯去的金額 很大 很容易就要驚動了兩地的警方 因為大陸怕你洗黑錢 於是 台灣那邊的警察很容易一查就知道 原來這個戶口是一個男人 所擁有的 那麼 他們很快就行動了 已經拘捕了 10個男女 還升了 7億的新台貴 這宗案其實 並沒有延續太長的時間 因為 他們根本以為想到很 什麼 電影說要你交貸款是真的有道理的 你怎麼以為 匯錢 匯了在香港 你不就是多鬼魚 你的戶口有名字 你去拿錢的時候 鏡頭也拍著你 對不對 那麼你沒理由蒙了頭 我拿了兩億 玩嗎 大哥 你真是 拿了兩百萬就嚇死人啦 Cash 大家都看看你是誰 拍一拍你的壞樣 你說拿了兩億 玩嗎 所以 你怎麼拿到那些錢呢 匯來匯去 其實你匯那麼多錢 一定是引起當局懷疑的 我也不明白 這班 綁匪很有經驗 他很有經驗 在警察呀 在某些地方 匯錢裏面沒有 他不是做大生意的嘛 他不知道 匯錢的過程 對呀 你做正常生意 匯錢的過程 未必別人會問你 但是 你不是正常做生意 別人會知道的嘛 你不是公司匯錢 無緣無故 你告訴我 你解釋什麼 你搞什麼匯錢 匯幾億 你告訴我 沒有 你這個行為的嘛 你真是 銀行匯幾百萬都問到你幾次 又打電話給你 你又打電話給你 陳先生呀 什麼 經理認識你的 你認識你的聲音 很多這些 你走到台灣 洗黑錢 實在拘捕你 所以呢 這班 就說什麼 拆掛了五年 真是死蠢 真是無禮 賊真是特別蠢 然後 因為這個 龔如芯 暗中 將物業抵押了 貸款了一億 於是 慢慢 慢慢 就想著 將這些 賺錢 回過去 救回老公 誰知道 當台灣去拘捕人的時候 其實兩個 主謀 一位叫做 鍾維正 這個應該是退休的 警長 以及一個叫做 王秀的人 一直都 下落不明 被通緝 話說 王德輝 這個 被標了這個心 當日是什麼事發生 原來他們上了這個 正真是拆船 那一輛 瑜伽的船 然後 誰知道 因為有 內地的公安 快艇去追 那些漁船 很多時候 走私 誰知道你有沒有走私 以及你自己都閃閃縮縮 於是就找公安 快艇去追 那些 賊在裏面的船家 就害怕 那個正十五 好像叫什麼十五 不記得 那個人 就 丟了 王德輝 下海 因為裏面 我就沒有相信 一早已經拜定了 松野 我想是那個時候 他一早預備了 真的 一早已經想著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的時候 他就丟了 沉沉落海 沒得說 關我鬼事嗎 沒有證沒有句 這傢伙一定是 一早已經想著 所以 王德輝最後就是 丟了 大海 你想想 綁手綁腳 聚著 聚著那些重的東西 浸了在海底 怎麼找 怎麼找 找回那邊 白骨 就是這樣 私沉海底 於是 王德輝 就失敗了 所以 孤寒有什麼呢 享受一下 開心心 接著七年之後 王廷欽 王德輝的爸爸 登報 陳子啟示 正式展開 長丹 好像是八年 那個 增產案 一個 爸爸 跟媳婦 爭 遺產 好了 說說大致 就是 那個 時序 那就是 4月10日 就跟著 就綁架了 跟著 就 12日 就已經去勒索 就 2000 6000萬美金 跟著 陸陸續續 就 這個 龔如芯 就把錢匯過去 那 跟著 在26日 對方在台灣已經提取了兩億多 跟著28日 台灣的警方調查發現了 原來退休的一個香港警署的署長 中維正 就是整個集團的手錄 中維正 到了30日 就 拘捕了很多人 但是 就找不到王德輝 連屍體也找不到 就下流不明 到了5月 就說 兩方面 港台的警方都說 建安已經破了 要拘捕的人都拘捕了 但是有些當然是逃走了 但是 王德輝就是 下落不明 沒有辦法找得回 那麼 再說回有部分的人 因為裡面有一個退休警長 有其中一位叫 陳其媛 他曾經是台灣的調查局 派來香港的聯絡員 後來就因為大家發現 他跟黑社會很有關係 所以台灣就說 終止了他的 官職 而呢 因為 拱如森已經把 大約3000萬的美金 他要求6000萬 他已經將一半大約3000萬的美金 匯了 去台灣的銀行 那麼即時 中維正和黃壽這兩位的 主犯已經 拿了兩億的新台幣 就是 拿不完 分一些給其他 所以後來就 賺回他們的錢 他們就已經分得了錢 文說在這兩位都已經 飛去大陸 然後 消失於空氣煙 最後我看的資料就是 聖宗偉先生好像在泰國過身 最後都沒有抓到他 但是他說他已經在泰國過身了 台灣當局是總共蓋了 4億7千萬的新台幣 的屬金 老眼出來 說當初 要 好笑 勒索的時候 拆毀了五年 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去拆劃 所以說要 10億美金 但是 浪費了 10億美金 搞笑嗎 怎麼給你啊 你真是 你真是 一張支票 你真是傻傻的 真是 賊 真是 沒有什麼用腦去想 那麼 這段影片 想 讀一篇 給大家聽 當時 這個孔如心 被綁匪去跟他談的時候 有一段錄音 在庭上播放出來 所以大家是有這個紀錄 所以 想說一說給大家 對這個綁架案 更加知道更多 龔如心就說 你都沒有證據 我怎麼相信你 我不是傻的 我做了幾十年生意 什麼都要講證據 然後那個綁匪就說 你不相信就算了 三天之內 如果你不交錢 不交贖金 你的老公就會給我 搞定了 我們還把你的貨丟掉了 他 龔如心就說他很高大 剛才你說他不高大 我怎麼相信你 我怎麼相信你 然後那個綁匪就說 他穿運動鞋的 短褲的 他們 他們只是說了那麼多 給我聽 你一時說他高大 一時說他有靈 一時說未見過他 互相矛盾的 我怎麼相信你 龔如心不停地說 我怎麼相信你 我怎麼相信你 希望對方的綁匪 用更多的證據 去證明 他真的跟老公有關 他希望 對方 可能是給他一些照片去看 諸如此類的東西 給他一些聲音 讓他知道老公還沒死 那麼 他說你明天可以不可以 預備了你的錢 他說 我已經準備了幾百萬 他說不是幾百萬 是六千萬美金 明天11點 你聽 等我電話 然後龔如心就說 你這麼多錢 怎麼準備 你又沒有證據 證明了你是綁了我老公 三天之內 如果我們收不到 消息的 戶口就會取消 收不到錢的 我們就 戶口 取消 他什麼戶口 他說你不要問 我明天就會再找你 他說你講話很矛盾 那我怎麼相信你 他說如果你不相信 我就不會再聯絡你 我打多次電話給你 就是這麼多 他說什麼很多次 只是昨天 和今天 這兩次 我打過去你公司 有幾個人亂講的 又說要三百萬又說要五百萬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已經準備了五百萬 你不要再這樣 記記訣 不是五百萬 是六千萬美金 你準備錢 好一點錢 然後龔如心就說 準備緊 我很害怕 我不相信你 龔如心不停地說 我不相信你 因為他真的想 上次的綁匪 對比上次 上次有錄音 又有 又有這個相 你什麼都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王妃說 你不要再說了 你再說我就先收錢了 你記住了 六千萬美金 放入了戶口 明天就不能進入戶口 那些錢不能進入戶口 明天你老公就是他老公的死記 這一段的錄音 就是 在庭上播放的 你可以看到 龔如心 他真的懂得做生意 他真的有頭有頭的 所以他不停地用 側面的方法 希望那些綁匪 可以多給他一些消息 就是他老公到底是不是生存 你給我一些聲音 或者給我一些照片 他就說我怎麼相信你 我怎麼相信你 他又不能夠太直接說 所以 龔如心 是聰明的 有些人就說你綁兩次 又這麼快付錢 是不是龔如心有份的 我覺得很搞笑 浪費鬼氣 這些人 把他自己代合了 如果我去龔如心 我想他死 死鬼了就行了 洗鬼他給什麼 是不是 你呀 老公死鬼了 那些錢就是給龔如心 你傻傻地 如果他真的有心 神祖就這樣搞 不是 第一次洗鬼他給屬金 還要拘捕那些人 真是氣死 又不見他拘捕龔如心 傻傻地 胡亂想 龔如心小條件 又是美女 又是好人 難怪他嫁得那麼好 非常好 下次 我們再 那一集就說了沒有 世紀 大火拼 爭產 這個老爺 王廷任 走出來 那些錢是我的 是我的兒子賺的 我是他老爸 我有他的錢 我當日也叫他不要娶你 不娶你 不會那麼糟糕 當然是這麼說 然後 小田雞說 你省一點 我們有遺囑 你看 遺囑 然後 又說遺囑是假的 又說簽名 什麼 好多 好 我們 下一集 再把這些 Juicy的東西 再說 然後還要爆 原來 王德輝 有婚愛情的 王德輝 然後王廷任 說你這女人 我都見過 你也有婚愛情的 爆呀爆呀 好主事 好主事 下一集再談 記住 點贊 Subscribe 拜拜